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闪马团赛马集作 今天是2024年7月2日 星期二 但亦是出排位的日子 自然是排位第一击的时间 为大家在排位的当日 率先捕捉赛日的骑恋形势 以及提供备战资讯 给大家量度马先有参考 今次跑星期四的跑马地赛时 本来星期一跑完马 再隔一天星期四才跑 很合理 不合理的地方 星期四跑完星期六又跑 为什么不是星期四跑完星期天才跑 黄昏马会比较合理呢 正常应该安排 原来星期天安排了一组 好像不止了 很多海外赛事两组 总之为了遷就海外赛事 而本地赛跑星期六 星期四跑完星期六是跑十场的 其实我们没所谓 我们就照做事而已 但是对于马围的投注意欲 隔近又跑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计赛 也未必会买这么大 投注骗的东西就留待自己马会自己收拾 对我们又没有影响 你马会自己投注骗低了你们的市 但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并不理想 至于今次的赛事就跑了九场 也有两段马圈消息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首先就有关这个熔天鹏 因为之前他那个牌照 到底下季会不会继续练呢 就圆而未缺 今天也有些最新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当然不是最后决定的 但也有一些新的进展 第二件事就有关这个 这个可以优先披露的 就是九月又会有香港马远征 去日本的 详细情况 待会可以跟大家慢慢分享 开始前也希望各位可以给个like 小弟的影片 和把影片分享出去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更加欢迎 你们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用年费方法 或者用月费Patreon的方法 都欢迎的 详情可以WhatsApp小弟查询 多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说到容天鹏 容天鹏 话说上次牌照委员会公布 来季期恋牌照各方面 新闻稿里面 只得容天鹏一个 就是说未决定 未确定的 到底怎样未确定呢 之后应家柏不是出来说几句 但他说容天鹏 说到要跟容天鹏 现在的情况就要跟他再讨论一下 下次才有决定 其实没有的 那天应家柏不论说五班条例也好 说徐宇舍也好 说容天鹏也好 都是说到1999 不太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相信老应也不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好像有些东西又未说 有些东西又说不完 好像有些东西又不清晰 今天来说也有一个新的 也不是今天 其实有报纸之前出了说 就是说三星期之前 排照委员会公布结果 容天鹏方面未确定 现在委员会正在进一步考虑 而最新的消息就是 在今个星期 就会跟容天鹏再会面 之后就会决定是否给他牌 而这个所谓的 为何中间要考虑呢 据悉都是有关容天鹏的健康情况 其实现在这一刻 在三个星期里面 在这段时间中间 以我所知 容天鹏也有继续很努力地争取 这个来季继续有牌的 他也有做些事情 比如说找马主去支持他 又或者找马主签名 或者解释自己的情况 都有一些功夫是做了的 而未来可能是星期四 应该是星期四或者星期五的 这两天 即是跑马日的下午 或者星期五那天就好一点 应该是这两天 就再跟这个牌照委员会见面 就会再陈述 即是说一下自己 希望可以继续有得练 也有一些理据 可以给出来 而这个 其实在这个马会 现在未确定 就会星期五 或者星期四 应该是这两天 就跟容天鹏再见完面的话 到时会再有决定 这样 这件事之余 又可以继续说多一件事 其实本来就说 这个真的未确定 因为有消息来源说是 有些说不清楚 有些说没有听过 那我就尽管先说 但这个是未确定 这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 但也可以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也有它的可信性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说本来是会有机会升一个库链 就来季开仓的 但是就是因为容天鹏这里未设计好 所以就未公布 如果譬如说星期四或者星期五 这个牌照委员会再跟容天鹏见面 有结果了 就会确定会不会升一个库链马斯 而他们都已经是有人选了 这个就是据悉的说法 其实这个道理就是简单 就是容天鹏如果是确定下季不再练了 那就会升一个库链 如果容天鹏会继续练的 那那个库链就不会升了 现在就要等容天鹏那里决定了先 而容天鹏也未决定 所以就有这样的情况 至于是升哪个库链 其实都是有些微目的 但是现在都是 既然这个消息都未确定 那升哪个就更加未确定 那我这两天会再打探一下 有没有什么消息 其实本来的人选是哪个呢 可以说的话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至于容天鹏方面 就要等待 就是今个星期最新的那个见面 就先知confirm到 他来季的动向 到底是练 还是说不会继续了 那无论如何 都是补回一句 不论容天鹏是继续练不练也好 最重要都是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件事 这个也叫做优先披露 因为幕后马主门 都是相当高兴 所以爆了响口 那他们又 没有所谓 这件事 原来 大家画面看到了 陆续无限 陆续无限 9月就会远征 其实赢完这场马 这场马 这场马是精英换 赢了加州星球 赢了加州星球 其实吴鹏志已经说 有兴趣 会考虑 会远征 他好像说过澳洲 跑马尼加罗 感标 也说过日本 现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日本方面 已经寄了邀请信 给陆续无限的马主门 会跑9月的 日本的短途马感标 这场叫做 而且这所谓的邀请函 是什么意思呢 最大的意义就是 远征的支出 是不用给的 OK 远征是免费的 比如远征 远征 去到日本那些 全部日本方面给 是邀请你来的 事业马主方面是开心 是吧 还有这个 也是对陆续无限的能力的 一个认同 因为是一个邀请的性质 应该都多数会去的 其实又这样 就是去日本 应该去过去澳洲 正常来计算 是吧 还有这次是免费的邀请 更加是应该 他的机会 成行的成数是更加大 是吧 而陆续无限 当然了 他赢了邀请碗 赢了 精英碗 赢了加州星球 也是一个指标 但是他赢了加州星球 大家都知道 是受让很多榜 然后就紧紧赢了 我想另一个 令到他有这样的级数 受到日本方面的邀请 就是他的主席奖 其实也有名次 跑第三 所以结合他在三级赛 赢了加州星球 所以 日本方面 觉得他也有这样的能力 于是 有邀请鹹 跑短途马禁标 正如刚才所说 乘行的机会都大 而过往 其实伍鹏兹 也是一个很热冲远征的联马斯 譬如说韦小宝 都应该去过南韩和杜拜 但他又不是乱去的 譬如说韦小宝去杜拜 也有成绩回来 所以这次陆续无眼去 以及日本的短途马錦标 不论是中山竞马场 我不知道这次是否 应该是中山竞马场 不论哪个马场也好 除非北海道夏天那几个马场 所有短途赛事 其实往往都有利一些后上马 扯上来去赢 而陆续无限的性能 都是倾向那种后上 跑一点点后劲 不是那种摆前那种快马 所以他都适合日本那种短途赛事模式 你说赢 可能未必 因为他不是那种很顶 在香港的短途马来说 但是既然他跑法合适 应该都有机会争取奖金 即是头六名那种 甚至是一些头三名 都有机会 我们尽管看看 到时会肯定成行 但现在接受了邀请 说很可能会去的了 尽管先跟大家说了 好 就说这次的牌位 说牌位之前 又说丁冠豪 小弟是坏的 经常说他 唱到他行 其实又对他呼吸 不太好 今次他星期六 先不说牌位表 先说报名表 他是团总拼 星期六 但是奈何呢 今次他报名表 他这么多马出 反而每一场都会对很强的对手 就不容易 譬如说老兵精神 你要对同场和顺 或者福星 其实都相当困难 是吧 同德威 你新马插班 跑千四 即是新马 跑旧马千四 还要是第三班 那已经不容易了 还要好像他刚刚抽那组 有阳光勇士 有城好运 有鸿爱舍 有美丽海后 真的挺强的 反而他抽不到那组 就弱一点 陆续光芒和安克曼里 都是升班的 所以有点不幸 同德威和老班精神 军达德那一场 军达德一定要自己戴 但是又有那些大小智库 好像未必到你快 所以形成就是说 几只重心的马 都不容易 戒入福星 试了一个杂 就出了 我想如果他不是为了 戒入福星 都未必那么快出 我估计 会不会是 最后要靠风云和标志 将来起过孖儿毕业 我不清楚 但有时是世事预期 有心灾花就花不开 无心插柳就扭成阴 你很想赢那一场 你未必会咬牙切齿赢得到 有时搏下满满 又会无心插柳搞定 看看丁观浩也是这样的情况 看他星期日的阵容 实力马来说真的有点惨 强对强 看看边线马会有些机会发围 至于今次的赛事 第一场星火聊完就出了 我明天再问一下 有机会如何 上次摆明为狂货 只是减了一两分 看看今次怎样 另外第二场是挺触目的 尤其是曾冠 水晶酒杯对美丽第一 不要常说五鹏之马蜜跑 美丽第一 很足时间 特意瞄着这场来跑 也很有诚意 水晶酒杯过来 背轻榜 当然也有它的质素和能力 是一场争冠的遭遇战 也挺关键 另外 这天的赛事也有些初出马 但那几个初出马 市集的走势也是一样的 所以反而 重心都是在旧马身上 明天的赔了第二击 再和大家分析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